今天全球资本市场都在关注美联储降息这件事情 而且在美联储之后全球又会有多家银行宣布降息 全球市场流动性正面临新的变局 所以今天上午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 全球流动性变局会影响到你的投资吗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 并且给你喜欢的主持人和嘉宾投票 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 连讯证券副总裁曹卫东先生 欢迎曹先生 你好 首先还是来扫描一下今天的星期资讯榜 看一看有哪些重要的财经大事将会影响今天的市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适应群众需要促进商品消费和文化旅游的措施 更大释放最终需求潜力 为改善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 央行决定增加支持知晓再贷款额度500亿元 重点支持中小银行扩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贷款投放 另外央行昨天在北京召开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调整优化座谈会 会强调要加强对存在高杠杆经营的大型房企的融资行为的监管和风险提示 合理管控企业有复息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率 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翁杰明昨天透露 国企改革双板行动开展以来 双板企业在本级和各级子企业通过混改 共引入非国有资本达到5384亿元 国际方面周三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 但是当天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而且收盘跌幅都超过了1% 我们再来关注两条来自央行的消息 第一条消息是央行决定增加知晓再贷款额度500亿元 重点支持中小银行扩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 发挥精准低贯的作用 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这次增加额度以后 全国知晓再贷款额度是3695亿元 第二条消息是央行昨天在北京召开座谈会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银行信贷结构调整优化 一是要提高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的占比 二是要继续做好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三是要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连续性稳定性 加强对存在高杠杆经营的 大型房企的融资行为的监管和风险提示 合理管控企业有息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率 四是要加大对现代服务业 乡村振兴金融扶贫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 就这两条来自于央行的消息 我们来和曹先生进行一个交流 刚才央行那个消息有几句话 特别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 比如说要坚持精准敌贯 坚决不搞大水漫贯 您怎么看待这两点 对我们的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个和近期的政治局会议 出来的消息是一致的 那么我觉得央行 这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 应该说是非常具体 比如500亿给中小微企业 对吧 从这个点来讲 我觉得今年的力度到现在为止 我看您说累计已经3695亿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觉得还会进一步加大 所以这个趋势我觉得 对活跃这个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 是非常有利的 第二呢也是强调这个制造业的投资 这个我觉得呢 我一直强调就是真正的中国的 这个所谓产业升级 还是要从制造业升级 对吧 从这点来讲呢 央行也是在积极地贯彻中央的这个指示 所以从这点来讲 我就是接下来 A股市场当中相关的一些 比如现在我们的这个客装板啊 也是很多有高端制造业的企业 所以这些企业在今后呢 应该是受益 也是投资者应该关注的 好 谢谢曹先生的分析 我们再来关注国企改革的最新动向 去年8月份 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选取了百渔户 中央企业子企业和百渔家 地方国有骨干企业 在2018至2020年期间 实施国企改革双摆行动 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目前双摆企业 已经累计完成改革任务 2524项 占全部改革任务的31.24% 工作进度快于时间进度 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据了解 截至目前91户双摆企业 在企业本级层面 开展了股权多元化改革 113户双摆企业 在企业本级层面开展了混改 228户双摆企业 在所属各级子企业层面 开展了混改 共涉及3466户子企业 双摆企业在本级和各级子企业 通过混改 共引入非国有资本 5384亿元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完备 302户双摆企业 设立了董事会 221户国有独资企业中 有94户实现了董事会 外部董事过半数 167户双摆企业 在企业本级层面推行了经理层 成员任期制和区业化管理 龚杰明表示 国企改革双摆行动整体进度符合预期 成效显著 但也依然存在改革推进力度不平衡 进展情况不平衡等问题 今年9月将开展双摆企业综合改革进展情况专项督查 对双摆企业进行动态调整 将把改革主动性不强 措施不实 进展之后的企业 调整出双摆企业名单 把更多改革意愿强烈 目标明确 措施有力的企业 纳入到双摆行动中来 另外同时 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翁杰明昨天还表示 国资委将会同有关单位 共同就经理层任期制和区约化管理 职业经理人制度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问题 研究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文件 或者是操作指引 引导和支持双摆企业 加快推进综合性改革 下面要聚焦的关键词是半年报 进入8月份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半年报的披露 将逐渐进入高峰 其中近期一些白马股披露的半年报业绩 以及随之引发的股价波动 也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一起来看一下 昨天食品饮料行业上市公司 茯苓榨菜公布的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净利润为3.15亿元 同比仅增长3.14% 业绩增幅较一季度大幅回落 而且明显低于市场预期 受此影响 茯苓榨菜的股价 昨天在盘中绝大部分时间里 均躺在跌停板上 全天成交超过24亿元 收盘分担超5万手 市值则跌破200亿元 除了茯苓榨菜之外 近期还有多只白马股 业绩低于预期 导致股价出现波动 例如7月15号 东阿阿胶大足激光 双双爆收跌停 而在业绩方面 东阿阿胶预计上半年 净利润同比下滑 75%至79% 大足激光则预计上半年 净利润下滑60%至65% 此外 两市第一高价股贵州茅台 在7月13号公布了上半年 经营数据 净利润同比增速为26.2% 较去年同期出现明显放缓 也引发股价当天 在盘中一度出现明显调整 而今天又有一支白马股 公布了上半年业绩 这就是餐饮旅游行业的龙头公司 中国国旅 公司公布的业绩快报显示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32.79亿元 同比增长70.87% 那么今天开盘后 中国国旅的股价 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对此我们也拭目以待 保险是今年上半年 A股涨幅最大的板块之一 目前五家上市的保险公司当中 除了中国平安 其他四家公司 都发布了半年报业绩预告 净利润都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 那么保险股业绩预增的原因 究竟有哪些呢 截至目前 五家上市前几中的 中国人寿 新华保险 中国人保 中国太保 已发布中期业绩预增公告 其中 中国人受2019年中期规模净利润 较2018年同期相比 预计增加约人民币 188.86亿元 到221.71亿元 同比预增约115%到135% 新华保险上半年规模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 预计增加人民币 46.39亿元左右 同比预增80%左右 中国人保 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 与2018年同期相比 预计增加39.07亿元人民币 到58.6亿元人民币 同比预增40%到60% 中国太保上半年规模净利润 预计为162亿元人民币左右 同比预增约96% 第一点是减税的政策 第一方面导致 19年该交的税跟去年同期相比 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18年多交的税 在中报的时候一次性退回 那么第二点就是投资收益 影响投资收益的主要是股市 因为去年股市很差 特别是去年二季度 股市是一直往下的 但是今年上半年 股市跟去年同期相比 有一定的好转 所以投资收益 同比是有不小的增加 这是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就是 各家自身经营方面 这个剩余边际 稳定的探销 这个也是一个因素 事实上 年初至今 保险股的涨幅 已经足够在A股市场上 傲视群雄 万德数据显示 1月2日至7月30日 保险板块 共上涨57.82% 同期上升宗值上涨18.38% 在所有万德二级行业中 保险板块涨幅排名第二 仅次于食品饮料 其中 中国人保 中国平安 年初至今的涨幅 均高于60% 即便如此 很多业内人士均认为 保险股目前的估值水平 仍处低位 目前板块平均市盈率 约17.87倍 除了中国平安之外的 中国人寿 生活保险和中国泰宝 估值都处于历史低位 虽然有一定的涨幅 但是还是不高 那么能不能买的话 要看下半年的一些 驱动因素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驱动因素 主要包括保费利率和股市 综合判断 从长期来看 比如说 持有保险股的时间 超过一年以上的话 肯定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曹先生进行交流 最近一段时间 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就是白马股爆雷 但是很多白马股 同时又是一些机构 爆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标的 您觉得这些爆雷之后 股价周现大幅度波动 会导致爆雷 导致爆团这种现象出现变化 我觉得我们前两期 一直也做中报 也提醒大家 可能白马股有一部分个股 可能会出现业绩下滑 或者说是增速下滑 那么这种现象出现 我首先认为 就是作为机构投资人 他有一定的预期 有一定的预期 但是这种爆团的行为 我觉得要区别对待 第一我觉得从去年开始的 这轮机油股的行情 其实开始阶段 有很多的机构 是一种爆团的行为 实际上是防风险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逐渐演化成的 由于业绩成长 或者业绩预期较好 所以说股价出现了 比较大幅的上涨 但是毕竟来讲 各个行业不一样 你比如说白酒行业当中 茅台也从30%多 降到了20%多 但是毕竟来讲 人家还是绝对业绩在这摆着 对吧 20多的增长应该说也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有些个股就出现了 就比如增速 从两位数降到一位数 甚至有的绝对收益出现了下滑 这种现象 我觉得在这种终端消费 或者快销品当中 可能相对来讲 就很难出现 比如大家还是对它未来向好 那么可能短期来讲 就有一定的分化 比如有些还在坚持 有些可能就说算了 这个增速已经过了一个阶段了 有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比如两三年之内 不一定能够恢复到这种状态 因为它当初保持这种状态增长的时候 你要看 是市场份额逐渐增大 还是由于业绩 或者说由于单品的价格上涨 造成它的业绩的增长 如果要是说仅从价格上涨 造成的业绩上涨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下滑 时间还会比较长 如果白马股的核标的出现业绩下滑的话 您觉得下半年会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切换 也就是说从白马股的热点切换到成长性股票 其实我倒说不一定说是白马股出现业绩下滑 才向科技股切换 我觉得现在就是在向科技股切换 只是这个过程可能跟您说的这种现象正好碰上了 那么我觉得之所以说科技股要出现这种切换 一的就是大整方针 我们已经看出来了 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客战版推出 投资人预期也非常好 政策的推动也非常强烈 那么我们国家产业升级也是在重点的这几个行业 所以说从这点来看 发展的后劲是非常强劲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确 今后的产业升级和消费产品的升级 更多的是科技含量高的产品 才能受到市场的追捧 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 科技类的个股 比如说最典型就是5G 所以说这个相关产业链 大家虽然也是关注很长时间 但是我觉得关注还是有效的 因为接下来一两年 他们还是会收益的 好 谢谢曹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谢谢 稍后我们来关注外盘风云榜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我们把目光转向海外 来扫描一下今天的外盘风云榜 周三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 符合市场预期 而美股三大指数 收盘则是全线下跌 而且跌幅都超过了1% 在美联储宣布降息的同时 周三美元指数出现大涨 而且创下了两年多以来的新高 周三国际油价出现上涨 国际金价小幅度下跌 市场瞩目的美联储利率决议 终于有了结果 降息2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 但是周三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 详细情况来看路透社张宇浩的报道 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美联储政策会议 美联储在周三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 25个基点至2%到2.25%区间 这是美联储10年来的首次降息 但同时也符合市场预期 另外美联储也提前终止了 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计划 随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言表示 本次降息是为了提振通胀 并预防全球经济放缓 对美国经济构成的风险 属于政策中断的调整 并不是降息周期的开始 同时也表示会根据经济走势 考虑是否会再次降息 由于美联储表态不够鸽派 美股是跟随消息持续下跌 其中道指在盘中跌超了400点 失守27000点关口 收盘时三大股指跌幅是有所收窄 另外黄金价格是出现了短线跳水 美元随之反弹 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重回跌势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7月ADP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15.6万人 创三个月来的新高 再来关注个股的消息 芯片巨头高通在周三发布的业绩 是低于预期 第三季度营收为49亿美元 其中智能手机芯片出货量为1.56亿 同比下降了22% 高通在周三收跌了2.21% 最后来关注国际油价 油价在周三迎来了第五天的上涨 9月交割的美国轻制原油收盘在每桶58.58美元 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是远超预期的下降了850万桶 另一方面由于减产计划以及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欧佩克的产油量目前跌至了8年来的新低 加之美联储降息的决议 这些都是对油价利好的消息 路透社张雨昊 纳斯达克报道 来看欧洲方面 欧洲三大股指周三全天震荡 一些欧洲银行公布了最新的财报 详细情况来看路透社发回的报道 欧洲风云榜先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 周三是7月的最后一天 那么三大股指全天处于震荡 说办事看市场仍在等待美联储的利率决定 而极大可能降低利率的声音 是使得市场情绪比较复杂 英国富士也把指数以0.78%的降幅报收 而德国DEX上探 可以看到企业财报仍是欧洲投资人的关注重点 在当天 几家欧洲银行公布了季度盈利报告 那么其中法国8类银行 因强劲的盈利表现股价上扬 与此同时 英国劳埃德银行季度表现是令人失望 那么股价盘中下跌超过4% 与此同时 来自英国房地产商的财报消息 也是连累了英国股市的走势 货率方面 先来重点关注英镑 英镑在连续4日大幅下跌后 周三是起稳回升 那么对美元是来到了1.22上方 回顾月度表现 那么英镑对美元是在7月份下跌超过4% 有更多投资者是开始消化 无协议脱欧之隔 在稍早被认为可能性极低的结果 另外欧元方面 欧元对美元周三是继续排华于1.11区间 那么欧盟统计局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减半 那么7月通胀放缓 欧元区的经济状况是再次引投资人担忧 那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金属期货 伦敦金属价格周三涨跌互接 那么其中7同时下跌了0.44% 至每吨5920美元 那么在美联储会议召开之前 基本金属的价格是均波动不大 路透社周一蒙报道 对于美联储的这次降息 外界也在关注降息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另外怎样看待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 来看路透社的分析 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 这一消息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是导致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美联储上说 对于美联储的设计 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保留了未来加息的可能性 但是经济学家预测 本次美联储降息可能是未来进一步降息的开始 在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后 周三巴西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 降息幅度超出了市场预期 这样在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后 巴西央行已经是第四家降息的央行 此前阿联酋 沙特和巴林央行都下调了基准利率 今年以来宽松降息似乎已经重新成为了全球货币政策的主题 相关的背景一起来看一下 2019年2月7号 印度打响了2019年降息第一枪 印度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6.25% 开启全球降息之旅 而在短短四个月内 印度央行已经连续三次降息 在货币宽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与此同时 降息已逐渐从零星个案变成群体的选择 统计显示 全球降息的央行已经超过20家 并逐渐从新兴经济体蔓延至发达经济体 5月8号 新西兰联储实施了自2016年11月以来的首次降息 拉开了发达国家降息的序幕 6月4号 澳大利亚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 也是近三年来的首次降息 并将基准利率直接降到了历史低位 7月降息潮再度来临 就在7月18号一天 就有四家央行宣布降息 分别是韩国 印尼 南非各降息25基点 乌克兰将主要利率下调至17% 7月25号 土耳其央行宣布将一周回购利率 大幅下调425个基点 从24%下调至19.75% 力度远超市场预期 随后 俄罗斯央行在7月26号宣布降息25个基点 至7.25% 来重复一下 今天上午我们的互动话题 互动话题是 全球流动性变局会影响你的投资吗 来看几个投资者留言 网友罗金说 说降息不是应该涨一点吗 可能也是在回应 美联储降息之后 为什么美股出现了下跌 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说 全球流动性变局会间接影响个人投资吗 还有网友非常关注黄金股 说今天他自己的黄金股会不会涨 曹先生怎么看 怎么看在降息之后 美国股市反而下跌这种走势 就针对降息这个事 实际上美股出现的反应 我认为就是短期来讲 也是相当于利好兑现 就是这个事件一旦完成之后 可能市场自身前期的一些资金 会有一定的考量 同时美联储的这个表态也显示着 就是说未必未来是一个持续的加息 反正我想他一直都这么表态 他不会给你做一个明确的说是怎么样 再一个就是美国这次加息 说是叫预防性加息 但是我想没有后面的一些潜在的风险 他也不一定会有这种动作 所以说我觉得还要综合看 但是跟随他这个加息 或者说在他前后降息的这些国家 其实经济都不太好 我认为实际上还是 大家是趁着美国降息的因素 实际上是做了一些自己国家的调整 我们国家我相信也会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这是一点 第二我就说至于说投资来讲 比如黄金 黄金实际上那就是 是不是大家认为全球经济可能有一定下滑 那么黄金的避险功能会提升 前期实际上黄金股也出现了比较好的上涨 我相信这个趋势没变 即使今天可能不一定是不一定涨 但是我觉得他的中期趋势 好像似乎还是有上涨的可能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至于说其他的个股 我觉得还是要 刚才我们前面人的问题 我觉得挺好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就是咱们国家的特点 就是应该现在是制造业 特别是有科技含量的制造业的终端消费 这种公司 我觉得未来的潜力还是比较大 好 谢谢曹先生的问题 谢谢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股上市公司的重要公告 来散明一下今天的公司排行吧 首先来关注的是 深通快递发布公告说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与阿里巴巴签署购股权协议 该协议赋予投资人或其指定第三方 在一定期限内向公司控股股东发出通知 要求购买相关股权或股份的权利 如果阿里巴巴行使购股权 并完成相应股权或股份转账 公司实际控制人可能会发生变更 上岗集团发布半年报 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171.99亿元 同比减少1.78% 净利润43.73亿元 同比增长29.14% 暴风集团发布公告 就深交所关注函进行了回复 公司表示 实际控制人冯鑫先生 因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被公安机关拘留 公司目前未收到 针对公司的调查通知 该事项目前不涉嫌单位犯罪 好 马上就要开盘了 来进入今天的股市迹象战 来看一看大数据 对今天市场人气的判断 我们在交易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上 发放了问卷 结果显示有42%的投资者认为 今天市场可能会上涨 看跌的投资者占比是28% 在持仓意愿方面 有64%的投资者选择持仓不动 选择增仓的投资者比例是16% 从机构投票数据来看 39%的分析师认为 今天市场可能会上涨 45%的分析师认为 市场可能会下跌 再来听几位业内人士 对行情趋势和热点的判断 展望8月份行情 首先从洪光经济数据上来看 已经呈现出一定级稳的迹象 另外从流动性方面来讲 政策上已经是定调为 保持额力充裕的状态 所以8月份总体还是保持 底线思维 积极的布局解构性的行情 操作思路上适当的大化指数 更加注重板块方向上的选择 配置思路上一方面 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有望收入流动性宽松预期的 金融权重板块 以及扩大内需政策 逐步落地的消费板块 短期市场仍然处于一个回踩的过程当中 但是这种回踩的话 也是处于一个技术性回踩的一个要求 主要理由有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市场短期在回踩的过程当中 成交量偶然处于一个萎缩的一种状态 一方面说明了厂外重量资金 观望的气氛非常浓厚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厂内的资金做空力量 也是处于一个衰竭的状态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市场调整的空间不大 第二个方面来看的话 短期市场的一个调整的话 还是源于客战们上市之后 对主管市场资金的一个分流的效应 但是这种分流的话 不会对整个市场起到一个较大的作用 更多的是短期维持一个震荡盘整的一种 概率是更高一些 目前来看调整空间相对有限 我们预计在后市方面 市场将以横盘震荡为主 在操作上建议目前阶段 可以以持股观望为主 在板块方面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是 国产芯片 5G以及大飞机等概念板块 各股的投资机会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30分 现在互生两时已经开盘了 来看一下数据情况 首先来看央视财经五零指数 6658.36点 下跌了38.59点 跌幅是0.57% 上证指数2916.68点 下跌了15.82点 跌幅是0.53% 深圳城指9268.17点 下跌了58.44点 跌幅是0.62% 创业版指数1561.46点 下跌了8.92点 跌幅是0.56% 最后我们再来看中小版指数 5753.84点 下跌了40.86点 跌幅是0.7% 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 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 并且给您喜欢的主持人和嘉宾投票 现在已经开盘 请出今天的盘命观察员 薄星证券投雇公司 首席投资顾问行星先生 来介绍一下开盘情况 有幸行先生 好的主持人 我们看到几大指数 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这种下跌的状况 也是受制于在最近几个交易当中 那么在这个商场过程当中 量是没有积极的方大 那么也使得市场相对比较紧深 那么特别是外卫市场的 效应因素的影响 那么对于大盘来讲的话 可能短时间回调的话 有一定的驱动 而且说投资者情绪方面来看 从今天早盘的 护士单变积极金价显示来看 是16个亿 虽然说是没有进一步的萎缩 但是也没有放大的这种格局 也表明现在投资者的这种相对情绪 受外卫市场影响 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从这个股指 是最近的这个表现来看 那么虽然说这个冲高回落之后 那么商方的搬连线 对于大盘的影响 其实还是蛮明显的 而且之前我们也说过 那么在这一代当中 那么在2960点 这个位置的附近 那么这一块 它对向下的这种压力的话 是呈现比较明显 那么特别是前期的这个 这个向下的这种压力的 这个筹码的这个表现 那么在上涨过程当中 由于这个量的结构 是没有明显的放大 那么所以说呢 在这个位置要进行一定的整工 那么之前也跟大家强调过 就是从这个周期上来看 那么在今年的三月份以来 我们看到这一代里面 它的量的结构是非常大的 但是在这个位置的话 表现这个量放大之后 那么显示说 它没有持续性的向上的攻击 反而在这个位置 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走势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量 虽然是萎缩的一个状况 但是总体上 筹码交换的水平上来看 还不够的 那我们再把时间拉长 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 4月份到现在这个几个月当中 那么虽然说是筹码交换的 相对比较充分 达到90%以上的水平 但是从目前的这个 这个主体上的这一种量的 匹配度来看 还是明显不足 那也意味着说 在前面我们跟大家讲到 是8月初 可能是有这个筹码 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 这个交换的程度 但是从现在来看 还是要继续看 这个消息民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美股的 这个短时间的一个动向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盘中的 像创业版指数的一个表现 那么创业版呢 现在最近的话是走向 还是比主办是要 稍微有一定的 这个强势的特征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前面的这一块的这个缺口 目前来看 还是没有这个 有效的风补 那也说明 商方的这一块的压力 其实对于当前的 这个指数的运行 还是产生一定的 这种压制的作用 那么如果说 这一代里面 我们在科技股的 这种带动下 继续向上拔高的 这样的态势的 这种能量呈现 那也可能是说 在这个位置呢 继续的有向上的 这个活跃的态势 所以说现在呢 是市场处于一个 相对比较矛盾的阶段 也就是意味着 如果说我们再继续的 这个关注这个科创 这个创业版的上涨 那我们还要看 科创版的这个动向 到底什么样子 那么科创版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处于一个 相对比较的这一种 平稳的这种运行 而且还是从这个 价格的机构上来看 虽然说短时间呢 有一定的程度的拉高 而且这个市场的 对它的这个信心呢 也是比较充裕的 这种向上面看齐 那么主要的理由呢 还是对于 公司未来前景的挖掘 以及投资者 现在情绪上的这种影响 而且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讲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 一个战略性的 未来的这种倾向 所以对于这个科创版的影响 可能是说意义深远 那么短时间 科创版可能还会有 这个继续的震荡 或者走强的这种可能性 当然说对于这个 创业板指数的带动 也是显而易热的 那么综合来看 那么今天大盘 可能是受 这个外卫市场股指的影响 还将会出现 一定程度的震荡 那么连近900点 这个位置 可能还是在短时间 要面临一定的考验 好的 主持人 好 谢谢行先生的分析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欢迎各位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参与手机端同步直播的 交易时间节目互动 稍后进入手细看事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来进入今天的首席看事 当前全球市场存在 流动性宽松的预期 国内方面最近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 财政政策要加厉提效 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要稳定制造业投资 那么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 机械设备以及装备制造行业 面临怎样的发展机遇 和投资机会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来重点讨论这个话题 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 华创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 李嘉贤 欢迎李贤 您好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机械行业这些投资公司 发的这个业绩预告呢 盈利的比例还都是不错的 再从您的研究角度来看 那些细分子领域 可能会在上半年的 半年报道中表现最好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吧 就机械行业的话呢 投资公司应该是出现了 一定的分化 整体表现不错的话 但是大家其实拉开了差距 应该说最有代表性的是 工程机械行业 以三一中联徐工为代表的 几家龙头公司的增速 普遍都在翻倍 甚至是两倍的增长 但是其他的一些行业的公司 比方说像自动化的公司 可能增速就会放缓了 那么这个主要是跟我们 整个制造业的投资 有一定的关系 其实我们看到 政治局会议当中也强调了 补短板 包括建设城市停车场 冷链物流运输等等 你觉得利好我们 机械设备制造行业的 那些资料 这次政治会议 我觉得点的方向非常明确 那在补短板过程当中 我觉得明确首先说到了 不会搞大规模的一个刺激 那么在地产方面的话 也会以助为主 那么在原有传统的 机械设备方面的话 我觉得我们更看好的 是包括像电梯 这是属于老城改造 像停车场的自动化设备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土地现在是非常的紧俏的 特别是在市中心的地段 那么自动停车场 那种三层四层的 这种配套设备 这种需求会很多 那么还有一些 包括传统的 一些小型施工类的设备 会在未来一段时间 会受到很多的 一些景气方面需求影响 其实从科创版 第一批上市的 这25家公司当中 机械设备制造 占了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从这个比例的提升上 你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视 机械设备制造这个领域 和科技前沿 尖端制造业 非常明显 因为这次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科创版 第一批25家公司 超过了一半 应该是机械类的公司 那么机械装备的公司 其实可以看到 类型也非常的集中 主要在了像包括半导体的设备 轨道交通的高端装备 然后包括理电的装备 等等一系列 那么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国家 在重点的高端装备制造 领域扶持的方向 那么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 科创版继续上市的话 同类型的公司会逐步的增多 主要集中在 应该还是在这几个细分的领域 刚才您还提到了 这个半导体设备的制造 其实我们有一个数据 就是上半年的半导体销量 是出现下滑的 会不会也传导到 上游的这个设备制造 我觉得这个要分两方面来看 从全球格局来看的话 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消费疲软之后 特别是消费电子疲软之后的话 包括了数据中心的建设 以及比特币的投资的放缓之后 整个的芯片需求是放缓的 所以出现了今年上半年 芯片的采货规模放缓的这个格局 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 就是从国内的补短板 自主可控的角度 其实我们国内有大量的芯片 新的晶圆基地的建设 而且纵观过去30多年 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史 我们国内其实是正处在 第四轮的半导体制造业转移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我们看到全球 有64个晶圆厂的规划 那么国内新建的规划 占了全球的整体规划的40% 也就是说应该说 国内是最主要的一个 未来的晶圆生产的落地的地方 那么对于设备类的需求来说 是肯定是确定性会更高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 这个自主可控国产替代 在机械设备制造行业 是不是也可以由我们投资者 遵循那条主线来选择标题 是的 这个其实很精细 其实市场已经反映了 比方说这次上市的时候 中微半导体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公司 虽然我们大家都讨论 从专业投资者角度都认为 估值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衡量的标准 但它其实代表的也是一个方向 说明市场对这块的 关注度和热情非常的高 那么半导体设备 相关制造的行业 在业绩上是不是会有一些体现 看到过往的业绩 好像没有特别亮眼 是这样 它有一定的波动性 因为实际上半导体制造业 非常的高大上 但它实际上本质也是一个制造设备 那么制造设备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就是投资品属性 它主要看的是下游行业的景气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下游行业的投资周期 不过我觉得在国内的半导体设备企业 相对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两年不用太担心 因为正好在192021年这三年 实际上是国内的晶圆厂 大规模的投资落地的一个周期 设备配备的周期 那么实际上相关的企业的业绩 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两到三年时间 应该是一个持续的上台阶的一个过程 那您觉得现在的市场价格 和它的估值是不是匹配 估值看长远 对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 我们在今年专门讨论过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关于估值体系梳理的问题 因为科创类的公司很多 因为我们其实今年在科创公司 上市的时候 对于利润的要求 和收入指标的要求 其实是比其他主板公司是放缓了的 那么我们更多的其实是看 这家企业它代表的新兴的方向 和它所处的产业发展的阶段 那么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从估值的角度来说 我们对于科创类的公司 不一定非要强求按照PE角度的估值模式 我们更多的可以去看着 因为在初创期的公司 我们可能看到它的PS 或者是看到PPE的模式 PS可能会更多一点 如果是对于科创企业的估值 是这样一个体系的话 对于我们传统的机械设备制造业 你们用什么样的估值体系 你觉得现在的市场上的估值 跟它的合理价格是不是相匹配 其实是这样子的 在主板市场相对的成熟公司会多一点 我们更多的是去看PE的估值模式 但主板市场也有一部分的公司 其实是完全可以对标可创的公司的 所以我觉得在市场逐步的 回归到一个理性状态之后 我相信两边的估值会接近 会拉平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是不是目前来说 主板的这些公司估值相对来说是有优势的 是的 如果是有优势的 你建议我们投资者怎么来做配比 怎么来做选择 其实是可以依照 科创版相关的一些公司 然后在主板选择一定相对应的标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科创版在上市之前 或者是上市的头一段一周的时间 很多人都已经采取这个策略了 大家去寻找在主板市场相对应的公司进行配置 那么未来的市场走势 你觉得哪种概率会大一点 比如说 向下还是向下的 对对对 因为科创版的估值相对来说 是把主板的带上去 还是因为主板比较低 把科创版带下来 其实我们也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 看海外的市场的一些不同市场 包括同样的存托凭证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相对来说的话 向上的概率会更大 理由是什么 因为主要是在于产业发展的前景 它是更具有主导性的 那么它只要逐步的兑现的话 大家其实不论是从关注程度 或者说是从估值的对它的一种 苛刻承诺的要求上会偏弱 所以最后它是向上了 好 谢谢李先生的分析 谢谢 现在开盘已经十多分钟了 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盘面观察员 薄新证券投雇公司 首席投资顾问行星先生 来介绍一下盘面热点的最新变化 有请行先生 好的 我们看到这个指数经过短时间的这种表现之后的话 看到这个空方的能量没有继续的这种向下的这种发散 而且说相对比较平衡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注意到这个 户指在2900年双方进行一个震荡 那么另外看到就是创业办指数刚才是一度翻红 但是现在略有这个回落 那么从整体上的科学来看 它还是在1550点上方在运行 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如果说接下来 护士单边能够在震荡当中来考验2900点的话 那我们也认为它是在价值中枢的中间这个位置 而且还是偏软的 那么另外的话看到创业办指数 如果说继续的带动向上 那可能是说它要挑战时1600点指数大观 所以这一点来说看的话 我们还要这个后面看这个科创板的这个动向 如果他们还是继续表现一个强势 有可能的对创业板有一定的提振的作用 那么不管是上还是下的话 当然还是处于这个当前价值中枢的这个上下边缘 在这个短时间的波动 那我们从这个护士的这个表现来看 那么从位区现实形式上显示来看的话 现在呢确实是有这个冲告之后的一个小幅的回落 那么在这个技术上我们就注意到 它的这个位置可能相对是2900点这个位置呢 进行一个上方的这种夯实 那么夯实之后 那么投资者情绪相对稳定之后的话 可能还会有向上的这个坦率 假如说这个位置 联系统表现地串之后向下的这种波动的话 如果这种可能性要存在 那我们觉得下方的可能正好给我们 减筹码的这个最好的时机 所以说呢对当前指数的运行呢 大家不必要孤注担忧 那我们再看看板块的这种表现情况 那板块表现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长夫前列的 像这个动物疫苗 像这个养鸡啊 这个乡村振兴和猪肉概念农业墨鱼 这些呢其实呢我们注意到 在今年的一 就一份以来的话 他们这几个板块都是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势的 也就是说这里边龙 龙扩在一起 它其实属于一个大农业板块 那么由于受到政策面的这种 利好因素的影响 而且投资者对于未来的这个乡村振兴的话 这个它的这种前景还是看的比较的 这个乐观的话 那可能是说引发一些增量资金 对它的介绍 那么尽管阶段性的这种涨幅相对的比较大 比方说我们再随便打一个这个指数来看的话 它是处于一个向上攀升的一个势头 但是呢之前的话我们也注意到 它是这个在大幅上升之后 然后横盘再上升这么一个轨迹 那么如果说这一代进行一个充分的筹码交换 之后再向上的话 那我们认为的话 阻力资金可能还将继续表现 它的这个后期的向上拉升的动作 特别是大盘在震荡当中 那么阻力资金的这个接入比较深的这些品种 可能还会有反复的这种活跃的迹象 所以对于这个像大农业板块当中的西分的一些纸板块 我个人认为的话大家是不要追高 但是呢还可以再重重挖掘一些 这个盈利预期确实有保障的 而且这个基本面相对可以的 这样的一品种呢 进行战略性的低息 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再看看 这个今天呢是相对比较弱的一些板块 像黄金谷啊 像这个快递概念和机器人和水泥 那么这几个品种 我们是这个分别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阐述 那么黄金谷的话 由于近一段时间的话 是整个的这个国际黄金的价格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 而且对于这个美领土降息的这种 预期的这种加强和落地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黄金谷呢 其实它的走向呢 还是处于一个技术性的调整 但是从整个的一个趋势结构上来看 还有这个继续上升的可能性 那也就是说意味着黄金谷的这种 今天回调可能还是纯属于一个 基础上的这种格局 那么另外像这个快递概念的话 快递概念我们注意到 它的这个从目前市场的 这个整个紧急度来看 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 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特征 特别是在中报即将来临的时候 那么这些就快递的这个品种 它们的这个中期业绩相对还比较稳定的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会驱动 这个快递概念股 受这个一级的这种支撑 出现短时间的活跃 那么短时间的这种向下的回车 也是技术性的这种表现 所以说大家对于今天 几大的一个向下波动这个品种 大家可以继续地关注 它的这个低息的这个位置 那么综合而言 今天大阪可能是处于一个 相对强势的一种特征来进行整理 那么高炮低息是个原则 但整体上超位呢不予顾重 好的主持人 好 谢谢行先生对旁边的分析 稍后继续今天的首席看事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就机械设备 以及装备制造行业 面临怎样的发展机遇和投资机会 我们继续和华创证券 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 李佳先生进行交流 说到这个高端装备呢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25家各传版的首币上市公司 其中包括了几家 跟轨道交通相关的 中国通号 交控科技等等等等 您觉得这个细分的责领域 是不是也值得 我们投资者密切留意一下 其实在整个机械的大门类里面的话 轨胶其实我们未来两年 是非常看好的 因为轨道交通产业的话 它是一个五年的一个周期 那么这个周期当中的话 前三年主要是前期的土建周期 从19到20年 甚至是持续到21年 应该是一个通车的周期 所以在未来这三年的时间 应该是一个包括了 自动化的信号系统 配套的电器弱电强电系统 以及整车系统三块 一个交付的一个景气高峰期 所以我们是非常看好这个领域 你其实在轨道交通领域 也分两个大方向 高铁动车 城市轨道交通 这两个大方向当中 你更看好哪一个 从长期持续性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城市轨道交通 会是一个未来长期发展的 一个主要的方向 不过如果是从短期的 一到两年时间来看的话 我觉得高铁市场会更看好 不过我觉得如果是从 我们这块其实还可以 再分一个层面 就是从整车和零部件的角度来说 因为我觉得从整车的角度来说 高铁市场的未来的弹性会偏弱 因为毕竟现在一年的 动车组的需求 平均在300到350列 但是我们的保有量 已经突破了3400列车了 也就是说存量市场 已经是新增市场每10倍 那么每年是增加10% 零部件的消耗需求 其实体量会更加的庞大 那么所以在高铁市场 我们更看好是零部件 而在城市轨道交通 其实我们一方面关注的是地铁 但是我觉得投资者 大家还要关注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城际铁路 市域铁路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包括了相关的各个文件的出台 包括了专项债 我们可以看到 大量的地方政府的投资 都是集中在了城市的轨道交通 和市域线的建设上面 其实我们除了这些高通装备制造 我们很多人还非常关注 这些城市的 比如说工程机械 像挖掘机等等 但是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 又是一种周期性行业 跟这个基建的扩张 跟其他的现有存量的挖掘机的 使用期限到期 是有很大相关性的 就目前整个周期当中 你觉得这个工程机械 处于周期的什么样的位置 其实这一轮工程机械的气垫 是从16年开始的 我们可以回溯 其实是15年 包括了地产和基建项目的启动 带来了16年的整个需求的释放 实际上的话 这个景气周期已经持续了 接近三年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处在一个 相对景气的一个后半程 那么如果是从这一轮 工程界需求的一个 两个因子 就是说它的需求因子分拆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实际上 补库存也就是说是 设备更新需求 占到了其中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比例 那么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这个影响 特别是新增设备需求的影响 会逐步的放缓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是地产 实际上它的一个开工 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的比较高位 那么再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速很难 那么基建的话 其实从今年情况来看的话 上半年的投资是低于我们年初的大家的一个整体全年的判断的 那么下半年我们预计会比上半年好一些 但是全年来看的话 应该是比年初的整体乐观预期是要弱的 那么在这个大的情况来看的话 整体需求是会放缓 那么我觉得未来两年的话需求可能主要是看更新需求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周期性行业 我们又关注到更新需求的话 有没有哪一类的企业可以相对来说 弱化这种周期性的效应 能够靠自己的科技实力 靠自己的内生增长来弥补这个周期的地步 龙头类的公司是肯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通过自身的比较强的实力 比方说通过市场占有率的提升 比方说通过一些新的高端装备的开发 来逐步的替换掉一些中低端的这种市场的产品 来实现它继续份额和收入以及利润的增长 包括内部管理效率的提升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还是关注工程机械的话 还是主要把重心和视野放在核心的龙头公司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类似像三一中联续工 这几家公司甚至会比较好 这些公司目前的市场估值在历史的什么样的位置上 相对低位吗 相对是这么理解 因为周期性行业的话 他们在自身的一个景气的一个高点的时候 估值都不算高 像三一的话 目前的估值水平大概是在9到10倍之间 所以我们认为 其实从长期来看 如果我们相比 类比于海外像卡特匹勒这样的公司 他们依然具备很强的一个 戴威斯双机的潜力 因为未来他们的产业布局一定是全球化的 从他们的产品类别布局来说 一定是不仅仅是传统的一两个工程机械的品类 一定是多品类的 那么所以他们应该还是具备持续的一个发展的空间的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话 他们的业绩保持一个稳定增长的潜力是很大的 那这样子的话逐步的证明之后 他们的估值其实还会进一步的往上提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细分的自领域之外 你在市场还发现哪些其他的领域估值明显偏低 我觉得不能说估值明显偏低 我觉得整个机械板块经历了这将近三年多时间的一个调整 整体的估值已经回遇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水平了 但是其实大家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 我觉得如果是从产业发展前景和相对于它现在的估值来说 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关注一类卖水的公司 就是机械行业的话 它永远无法脱离的一个就是它是个投资品属性 它是伴随着下游产业的景气的投资周期向走的 那么随着我们的制造业的投资放缓之后 我们更关注的实际上是已经建立起规模化的 但是在当中生产一部分耗材或者转型去做一个服务 财量生产的这个东西 比较稳稳